今天和我的朋友Lavender在一起 现在我在看书 他在飘窗上工作 这个是飘窗 飘窗哦 不是床 他坐在飘窗上工作 现在到了晚上 我们来一起复盘2022年 复盘的意思就是 再想一下2022年 发生了什么 觉得怎么样 复盘 但是现在这个手机倒了 我们把它立起来 立起来 但是呢 它又倒了 我们又把它立起来 然后我们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就是把它插在这个日历的中间 日历 插在日历的中间 是不是很聪明 哇塞 好神奇 你看 好 现在可以真的开始复盘了 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复盘的 我们都在很安静的打字和思考 听到打字的声音了吗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表情特别丰富 丰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表情 很多不一样的表情 看一下是谁的表情比较丰富 看一下 看到谁的表情丰富了吗 如果你没看出来 现在再加速 加速看一下 就是速度很快的 看一下 现在我们又要开始思考了 现在我们又要开始思考了 思考 一直在思考 ember在思考的时候喜欢抠手指 抠手指或者玩手指 玩手指 又开始玩手指 来问一下 来问的一只表情很丰富 看到了吗 表情很丰富哦 这里有一个很同步的动作 同步就是同时做了一个动作 看一下 我们都同时用手托着鼻子 然后同时把手指放下来 再看一遍 很同步 好 现在我们快速来看 加速 开始加速看一下 我们都写完复盘以后 相互分享了一下 分享就是我告诉他 我写了什么 然后他告诉我写了什么 相互分享 现在是晚上9点多 快到10点了 现在Lavender在开一个网络会议 开会 但是是在网上开会 比如在Zoom啊 这个是网络会议 在网上 我坐在床上听西语 听一会儿西语 然后我就要睡觉了 因为我明天要早起上课 你们要每天听中文哦 养成好习惯 现在是早上5点多 我上完课以后 开始读书 看一会儿书 我在开着这个小台灯 因为Lavender还在睡觉 这个是小台灯 然后喝一杯温水 早上要喝一杯温水 不是很 不是冷的水 也不是很热的水 是温水 很好 很舒服 哈哈 好的 很幸福哦 拜拜 点赞哦 点赞 评论 订阅 我们会做更多更多更多的视频 OK OK 点赞 点赞